Google的街景服务已经推广一段时间了 现在他们还前进到文化遗产无歌窟 利用高科技深入每一座寺庙 拍下各种角度的景观 摄影者要背着几乎20公斤重120公分高的背包 来回攀爬高耸的时间 他们说除了要让观众可以轻松一点看到这些景点 更希望可以用科技的力量把这些文化遗产保存下来 背着厚重的器材移探世界文化遗产无歌窟 这可不是旅行背包 而是Google的街景相机 总共有15个镜头完整呈现无歌窟的每个角落 这些镜头有15个镜头 每个镜头是75MP镜头 当人们穿过这个镜头 每个镜头的镜头都会被拍摄 Google 2013年开始无歌窟计划 利用街景车在外围拍下道路样貌 再由人力背着重达20公斤高120公分的摄影机 进入寺庙内部拍摄 每座寺庙都有大量的时间 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体力的一大考验 目前为止总共拍下了9万张的照片 记录当地的100座寺庙 现在使用者只要打开电脑 就可以跟着Google立刻监禁无歌窟 雄伟的寺庙高耸的石壁 就连游客的动作统统一来无疑 Google用世卫科技记录历史古迹 完整呈现五歌窟的精彩瞬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